哇 这么高道 对 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君 然后他会来提问 然后我会补充提问 一会儿回答的时候 如果是是就是笔圈 回答错就是笔差 好 开始吧 龚俊 乔欣你们好呀 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任务君 下面请接招我甜蜜的提问吧 龚俊 乔欣你们好呀 咋了 在剧组 龚俊比乔欣更爱拍照吗 我好像是 但我也不是特别爱拍照 拍了可以用的话 就能发就发一发为银下夜 你是还是真的不爱拍 我不爱拍照 不知道为什么 很不像个女的 对不对 好 下一题 做造型的时候 有没有偷偷给自己画发际线 画发际线 我头发非常多 但我头皮太白 所以说我要把它画黑一点 发量多的人头皮都白 别人阳光帅不到 好 下一题 有没有去过相亲 相亲 没有 没有 那就是现阶段都不考虑这个 相亲吗 不是 就是说这一方面 都不考虑 考虑考虑 时刻准备着 真的假的 当然了 人没有爱情不行的吧 相亲怎么赚钱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爱是人的终极目的 就是你无论赚钱工作 都只是一个你获得快乐的途径 那用三个词精简地形容 你折扭标准 你咋还发散问问问 那我还发散 不行 我现在比较模糊 所以我找不到 等我找到了 大家就知道了 没有